28号 第79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进入第五天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当天的发言中 批评西方国家的霸权行为和双重标准 呼吁恢复基于联合国宪章的平等与合作 并提倡一个更加公正的多极化国际秩序 拉夫罗夫认为 西方国家 尤其是美国和其盟友 在多个国际冲突中采取了破坏性的干预政策 例如入侵伊拉克 利比亚战争等 导致联合国无法发挥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 也无法帮助发展中国家真正改革全球金融体系 在谈及中东地区动荡局势时 拉夫罗夫表示 西方国家对以色列使用武力 及对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惩罚持双重标准 他呼吁结束针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动 恢复人道援助 并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自觉的合法权利 拉夫罗夫当天还就中国 巴西 埃及等国家 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 以全球南方国家力量挑起俄乌冲突 回答了央视记者的提问 拉夫罗夫表示 和平之友小组的方案代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意见 他期待看到更加具体的内容 他表示 解决危机必须要针对其根源 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乌克兰寻求加入北约 拉夫罗夫强调 应全面考虑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包括国家主权和人民自觉权之间的平衡 他呼吁国际社会在解决俄乌冲突时 全面理解冲突的根本原因 并以完整的联合国宪章原则作为依据